台灣同事聯盟工黨 就是跟他的意見非常不謀而合 因為他是為了健保敏諱的一切 我們台灣同事聯盟工黨 是為了台灣的全體的身體健康 整體恢復身體健康的條理師 我們是推動政策 我們是發揚國粹洪陽一大 我們是把整個環圍全部整合起來 不管各行各業 只要是對身體健康的 我們是希望能夠來納日 能夠來團結 能夠來結合 包括身心臉 包括食療 方療 水療 陰療 俗療 氣療 火療 灌療 整體推拿 罰罰刮 因為台灣被壓縮了兩百多年 以前都吸了打控 而我們是要發揚五千多年的活萃 我們希望推展自然搖罰 一防一全 我們以不開刀 不打針 不吃藥 沒有親自性的 沒有 那個 那個 輻射性 我們希望能夠以最自然的 當然這個 我們是第一點 我們希望我們全力能夠 非常健康 當然健康 這個不是說 需要 能夠控制得了 因為切剝性啊 真正得到病的 只有10% 健康的只有5% 其他的85% 全部都是雅健康 這個雅健康跟他的生活作息 跟他的治療 都有關係 病從口日 破從口吃 因為每一個人的生活習性都不一樣 我們希望 我們從本身來做起 我們是希望能夠節省很多的醫療費用 其實很多事情不必開刀 不必打針 不必吃藥 包括你的情緒調理 你的生活作息 晚上不睡覺 應該11點之前就要睡覺 因為你到 你身體的血液循環啊 晚上11點到1點 到膽的地方 1點到3點到3的地方 3點到5點是到肺的地方 肺到未必心小 這個整個循環下來 你該休息不休息 該排毒的時間 你在馬 你不睡覺 該起床的時候不起床 該吃的時候不吃 所以早上吃得好 中午吃得飽 晚上吃得早 這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人啊 一天啊 必須要2千到3千CC的水 很多人都不喜歡喝水 喜歡喝那個飲料 那個飲料都是香料色是湯水 我們鼓勵各位啊 都吃食物 不要吃食品啊 看得到的 才是健康 平平怪怪的 盡量少喝 我不是說不要喝啦 因為有時候到那個場面的時候 有時候沒有 就洗腿 可以吃的時候 你也不得於不吃 我想 每天啊 鞭的不要吃 盡量不要吃 你35部以下 癌細胞就會促進 39.5部以上 癌細胞就會死掉 所以有人 末梢神經啊 到非常冷的時候啊 這個癌細胞很容易促進 我希望各位 能夠在 醫防醫學方面 在我們身體調理方面 您假如本身 有這個足夠的 這種knowledge 有這種知識 可是 在這裡 很多前輩啊 很多專家 都知道 可是他自己 知一行來 自己本身就沒有做到 這麼早睡 他就不早睡 這麼不能吃的 他要吃 每天都吃的 都是一些油炸的 哇 什麼 醬味的啦 盡量不要吃 因為 我們是要整合 也希望能夠 各方的門派 各方的高手 我們都結合在一起 我們希望能夠在 2016年 我們要爭取 第三勢力的成功 我們要有人能夠在 立法院 為我們帶領 我們是希望 我們這個 能夠突出 檯面 為國家重視 因為目前啦 像那些食療事件 頂薪只是 四千多公噸而已 四千萬公噸 四千多公噸 另外它進口的 有四萬四千多公噸 四千 四萬噸 不知道跑到哪裡去啦 所以這個 它不敢再爆了 因為爆的話 所有的東西都不敢吃 因為 這個 所有的食品界 因為政府自己本身沒有法官 它把應該認證的標籤 合格的 都授錢給食品界的老闆 他們成立一個委會 自己來發 自己來發 大家都授錢啊 鞋子也都授錢 醫生也都授錢 就譬如我們這個 它禁止你 不能假聊笑 所以我們 要把 好的方式 好的方法 提出來 共同 努力 我們集合在一起 為 我們的全程度的健康 來把關 來努力 我在義達科技大學 台北教育特殊 每個禮拜四 我在那裡有三個班 以後禮拜六、禮拜天也有 它在南京公路四段 一百二十七號 每個禮拜四 早上九點 到下午四點 晚上又氣功研究退兩班 我有四個學院 三個研究所 一個社工總隊 所謂社工總隊 是切剝性的 公益人 你只要重大活動 有公益性的 我們都可以派連來支援 因為今天 外面也有一些議員 可是 他時間太短束了 有一些人都已經安排好了 所以沒辦法 以後 假如我們 每個公益的團體 我們都可以派二三十個去 有時候一天就好幾個場次 最後 祝福各位 身心健康生日益 謝謝各位 因為黃老師 黃老師他 他現在是 有可能變成是一種 所以說 他是希望不要照相 好 好 好